哈喽,大家好,今天小猪佩奇带来了一大栏的水果和蔬菜 它要做什么呢? 原来小猪佩奇又给我们介绍它最新的厨房玩具 今天猪小妹会给我们做很多丰盛的菜 让我们来看一下猪小妹都带了哪些蔬菜过来 打开冰箱,我们看到了有葡萄和香蕉 首先让我们把蔬菜放进去 这是一个卷心菜 然后这是一个玉米 这里还有一个苹果 然后这是胡萝卜 这是一个西红柿 看来啊,猪小妹今天要做丰盛的大餐了 哇 把冰箱打开之后,里面有惊喜玩具出现了 这是一个苏菲亚的小吊牌 上面有我们苏菲亚公主 这么好玩,让我们再来打开看一下有什么玩具呢 这不是冰雪奇缘里面的雪宝吗 太好玩了,让我们再来看一下有哪些惊喜玩具呢 这是什么呢 好像是鸡蛋 哇,这里面有六个鸡蛋 看来我们可以煎蛋哦 猪小妹正在准备煎鸡蛋 猪小妹正在准备煎鸡蛋 美味的鸡蛋 做好了 我们关火 煎蛋做好了 接下来要做什么菜呢 这我们再来看一下冰箱里都有哪些菜 这是一个西红柿 然后还用到胡萝卜 然后还有玉米 让我们把这些菜都拿出来 猪小妹准备要做一个汤 他把玉米 胡萝卜和西红柿都放进锅里煮 汤煮好了 猪小妹这时候感到有点口渴 口渴的猪小妹喝了一杯水 接下来要做什么呢 这是一个烤炉 让我们来烤披萨吧 快看我们的披萨做好了 这是一个西红柿 这是一个西红柿的披萨 这时候猪爸爸 猪妈妈 和乔治猪回来了 猪小妹看到大家都回来了 正好啊 他做好了所有的菜 猪妈妈看到有这么多的菜 好惊讶啊 乔治小弟也很惊讶 猪爸爸也赞扬了猪小妹 让我们一起来吃这丰盛的大餐吧 今天猪小妹要来跟大家分享他的厨房玩具 这是一个锅 这个锅啊 我们可以用来煮汤 这是一个烤面包机 这里的面包可以拿出来 然后这套厨房玩具还有很多很多的道具 比如说这个平底锅可以用来煎蛋 然后这是水龙头 洗水池 可以用来洗菜 底下呢 还有一个烤炉 这个烤炉 这个烤炉我们可以用来做披萨 这是一个储物柜 这个储物柜里面可以放我们的饮水机 还有杯子 口渴的时候可以拿出来喝一杯水 这个迷你的饮水机看上去非常的可爱 那今天有跟大家分享的厨房玩具就到这里啦 更多小猪配齐的玩具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一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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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